1953年鼠蛇人一生的终生寿命,你认命吗?放弃吧!人生的旅途,痛才是经历,累才是工作,变才是命运,忍才是历练,荣才是智慧,静才是修养,舍才会得到,各自追求,各自珍惜。 1953年鼠蛇人出生是什么命,是比例和好之下。1953年出生的鼠蛇人大多很聪明,对事物具有敏锐的洞察力,富有冒险精神。 很多鼠蛇的人都背井离乡,独自在外创业,创业的过程大多都很坎坷。 医生之中的运势起伏很大,中年之后运势才会比较平稳。 水蛇的女性大多性格外向,口齿伶俐,家庭观念强,擅长持家,有享受荣华富贵的命。 鼠蛇人他们的性情上有隐忍的特质,就有点像山中的山君,喜爱单打独斗,但战斗力却很强,虽有时候被日子弄得遍地鳞伤,但也百折不挠地总能站起来。 到了42岁过后,鼠蛇人的福运总算临门了,往昔的各种近利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,许多自食其利的企业家许多都是鼠蛇的人,他们吃过许多苦,但最后总能享受到上天赐予的福报。 1953年出生的鼠蛇人天生有福运,不过其中很多人的早年生活非常艰辛,凡事都需要自力更生,自谋出路。 他们的性格上有隐忍的特质,就有点像山中的老蛇,喜欢单打独斗,但战斗力却很强,虽有时候被生活弄得遍地鳞伤,但也不屈不挠地总能站起来。 熬过今年,鼠蛇人的福运终于临门了,过去的种种努力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,他们吃过很多苦,但最后总能享受到上天赐予的福报。 11月对鼠蛇来说是逆袭之月,是钱财大望,事业大利,而且桃花也异常地多的时候,但是在得意的同时,也要加紧防范身边小人哦,不要马施前提,在此不一一赘述。 总之,记住一句话,天外有天,人外有人,若是感觉自己经历不济,时常犯迷糊,或是对前途充满迷茫,想极力改变现状,不妨试试求神拜佛,普贤菩萨是你们的本命佛,前程供奉菩萨,必然也能得到相应的福报。 除了保佑自身招财尽宝以外,也能保佑家中亲人一生顺遂平安,请回家也不要图什么大富大贵,只要图个心安也就很好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对于红尘人间,庄子有盐,人之生也,与幽俱生,人一旦降生于世,那他的烦恼也跟他来到人间了。 烦恼,就如同千丝万缕的珠网一般,困扰在我们的心间,而你我,永远无法逃离其中。 为什么人会被烦恼所影响呢? 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潇洒自由,不也能够获得幸福吗? 烦恼这种东西,其实跟我们的内心有关,我们的内心通透,那烦恼就会逐渐减少,而我们的内心不够通透,那烦恼就会越来越多。 你一年能赚十万,但你看到别人一年能赚一百万,你的内心顿时就不平衡了。 哪怕你安慰自己说平凡是福,但你依旧活得痛苦不堪,这跟你羡慕极度的心态有关。 你每天都吃着鸡鸭鱼肉,算是很不错了。 但你看到一些人吃着精致的点心,以及西餐,或者在豪宅中享受着山珍海味,那你也会厌恶无能为力的自己。 人就是这个样子,连攀比之心都无法摆脱,就妄想摆脱烦恼。 说到底,依旧是人之境界不太够,心态有待改善。 如果有一天,你有信物透了,那你就会明白,所谓的红尘俗世皆是一场虚妄。 你我,皆是虚妄当中的痴人。 对庄子比较了解的人,都应该知道庄舟梦蝶这个典故。 有一天,庄子睡着了,他梦到自己成为了一只蝴蝶,自由自在地飘飞在天地当中,无忧无虑,潇洒脱俗,根本不受到尘世的影响。 其实,身处在梦境当中的庄子,已经知道自己在做梦了,但他还是选择相信梦中所看到的,所享受到的一切,根本不希望回到现实当中。 过了一会,庄子醒来了,于是他提出了一个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哲学难题,到底庄舟是蝴蝶,还是蝴蝶是庄舟呢? 唯物主义哲学家认为,庄舟就是庄舟,蝴蝶就是蝴蝶,这两者是不相同的。 说到底,庄舟并非蝴蝶,蝴蝶也并非庄舟。 维新主义哲学家认为,庄舟有着对于自由的追求,所以他幻想自己成为蝴蝶,那梦境中的他就是蝴蝶。 说到底,庄舟是蝴蝶,蝴蝶也是庄舟。 这两派的哲学家,其实都说得很有道理。 只不过,从人间的角度来说,庄子希望自己成为蝴蝶,也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罢了,俗世哪有那么容易摆脱呢? 人生就像一场大梦,我们都在这场梦境当中,历经几十年,甚至百年的时光,悲苦自长,爱恨今想。 有道是,红尘俗是以匆匆,爱恨情仇一场空。 时光,就像水流一般,匆匆流逝,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流到尽头。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我们都是时光沧海中的一个小点滴,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 在庄子临终之前,就吩咐自己的徒弟不需要给他伴葬礼,就连棺木也省了,让他在自然当中腐化,归于黄土就可以了。 徒弟们哭诉地说,无恐无冤之时夫子也。 大致意思是,我们担心乌鸦和秃鹫会来啃食老师的遗体啊。 庄子坦然地说,无以天地为官果,以日月为联璧,星辰为朱姬,万物为宋姬,无藏具岂不背邪。 我把天地当成棺木,把日月当成莲璧,把星辰当作朱姬,这天地万物,满天星辰都给我送葬,那我陪葬的东西难道还不够完备吗? 庄子这一番话,在两千多年前,很有道理。 哪怕到了今天,也很有道理。 无论是谁,都是尘归尘,土归土罢了,又能摆出什么新花样呢? 到了归去的那一天,我们都将回归到自然的黄土当中。 不要焦虑,不要忧心,我们从黄土而来,也从黄土而去,本就是自然的常态。 红尘是一场虚妄,凡事都是人生的梦境。 不论是庄州梦迭,还是庄子临走前的一番言论,都可以表明庄子的思想境界已经达到了一个反扑归真的层次了。 很多人不明白反扑归真是什么意思,认为人长生不老了,才是反扑归真。 其实,真正的反扑归真,就是让我们重新拥有自然的本性,摆脱一切的俗世杂念。 什么物质钱财,什么侯门别墅,能拥有自然是姓氏,可无法拥有,那我们也不要计较太多。 反正百年之后,这世间还是老样子,只是没有你我罢了。 谈到百年人生,就不得不谈到生死的问题。 庄子觉得,万无一辅,死生同状。 这万事万物的结果,都是一样的。 而生死,也是相似的。 有生必有死,有死必有生。 管你钱财多少,管你地位多高,管你能力多强,到战了,终究就要下车了。 所谓一代新人替旧人,旧的那一代人,逐渐老去了,新的那一代人,又逐渐起来了。 一代接替一代,一代接着一代,魂归黄土当中。 这,就是自然界所有生物的宿命。 人,当你看透了这一个真相时,那你将不再痴迷,反而多了一份心安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